中国开始研发新型隐身战机 为何舰载版FC-31的可能性更大 下一代舰载机花落谁家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一直以来 航母一直是各海军优先发展的重点 不过航母本身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舰载机才是航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关于下一代舰载机究竟是歼20 还是FC-31 又或者是另一款新机型都还未有定数 但是从最近的报道的重要细节来看 似乎也能发现一些端倪 近日 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称 中国正在研发一款新型隐身战机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沈飞研究所结构部 和中航工业制造技术研究所 在去年共建了一个代号为JJ的团队 这是专门用来攻关新型战机的联合团队 而且该团队开发的整个结构 和集成金属入口的复合材料 以及另一种高级材料都获得了奖项 一些军事观察人员推测 这可能是基于FC-31的新型隐身战机 全不同的隐身战机 分析称 关于FC-31舰载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由于五代机研发昂贵 而省钱一向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沈飞几乎不可能退导重来重新研究一款 更值得注意的是 JJ团队的英文字母 是结构部与军品项目部首字母缩写 而军品项目部参与说明是面向国内的 而空军现在的五代机已经花落成飞了 JJ团队很可能是基于FC-31 研发我们的新型隐身舰载机 沈飞公开的该团队的先进事迹 表明沈飞的新战机已进入工程发展阶段 沈飞在今年巴黎航展上 展出了FC-31的3.0模型 显示飞机几倍明显增加 发动机舱也较大幅度隆起 似乎有了适配的发动机 巧的是 今年我国航发涡轮扇发动机研制团队 获得四川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外界推测可能是第四代涡扇中推 正好与FC-31配套 除了航发和负荷材料方面获得突破外 沈飞的雷达散射前面开创了国内隐身性能测试的先河 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双发重型战机的作战能力 目前关于舰载机的竞争 主要集中在FC-31和歼20上 也曾有报道称 沈飞正在研发歼20的舰载版 使其能够适应电磁弹射系统的起飞 部署到下一艘航母上 沈飞和沈飞似乎进入了下一代舰载机的实际竞争阶段 无论我们的下一代舰载机花落谁家 最重要的一点是 有竞争就是好事 因为他们都在努力制造最好的航母隐身舰载机 而海军自然会选择最合适的